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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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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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所以用起来很舒服,是很温和的一款卸妆膏 接下来卸妆的是我比较强推的一款贝德玛的粉色盖子卸妆水 我在买的时候是在免税店买到的,是26美金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换算一下,换成人民币大概有多少钱 不过这个是免税的价格,大家还是想去免税店买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这款水我用它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温和 然后完全不会对皮肤有刺激 而且它的好处就是,它在说明上写的是用过之后你可以不用再洗脸 只是用它把脸部擦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擦一些,直接可以擦一些护肤品之类的,然后睡觉或者干嘛 我用它的时候都用那种大的圆形的或者是长方形的那个化妆棉 然后一点一点把脸上的妆擦掉 防水的妆它用起来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卸起来还是稍微有点困难 就是我的眼妆和唇妆我都是用其他就是防水专用的那个卸妆液去卸 不过脸部的底妆或者是腮红之类的彩妆还是用它可以完全卸掉 而且我试过就是用它擦完脸之后不再去洗脸 然后直接喷一点就是营养喷雾然后直接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也不会长包 所以它是对皮肤完全没有刺激也不会有负担的一款卸妆水 然后偶尔我也会拿它当就是化妆水来用 就是早上洗完脸之后再用棉花沾一些这个化妆水 然后再就是擦擦脸做二次清洁 然后接下来卸妆这个就是我提到我会用来卸眼妆和卸唇妆的一款卸妆水 这个是自然乐园的魔法卸妆液 自然乐园 然后是这种魔法卸妆液 然后它是这种水油分离型的 用之前要把这样均匀摇开 然后再用棉花把眼妆和唇妆都卸掉 然后它给我的感觉也是它不会刺激眼睛 也不会怎么说呢 有负担吧 也是比较好用的一款卸妆液 然后防水的那个睫毛膏跟眼线它也完全卸得掉 是比较好用而且价格很便宜的一款卸妆水 然后我感觉韩国这种就是水油分离的这种卸妆液价格都差不多都在韩币六七千六千到八千左右 就是可能容量稍微大一点的会稍微贵一点 然后这款是韩币六千 然后应该不到 应该不到人民币五十块 我是这样想 所以大家可以找找看 其实这个牌子在韩国还是挺红的 因为他们家经常打折 所以人气还算比较高 而且我在土豆上也分享过他们家的一支广告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分享那个广告是那个绿色瓶子的那个面霜 然后其他广告我估计在土豆上应该也搜得到 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找找看 这个牌子还是对我来讲是挺好用的 也是不会有负担的一款卸妆液 洗脸的东西有两样 还是我之前一直在用的这两个东西还没用完 不过也用了挺多的了 这款快用完了 首先讲这个好了 我早上会用的这个庞氏的洗面奶 然后是保湿的这一款 它给我的感觉也是洗脸会洗得比较干净 但是洗完脸之后不会有干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的洗面奶之后 就是洗完脸之后脸上会特别的紧 然后皮肤会感觉干干的 就是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会起一些死皮之类的 那些怎么说呢 反应吧 但是它就不会 因为它是属于保湿型的洗面奶嘛 然后洗过之后就是不会有那种很讨厌的那种感觉 所以对我觉得这个庞氏洗面奶估计在国内应该找得到 大家可以去城市或者是比较大一点的那种超市找找看 庞氏的国内要是还有百货店里还是有庞氏装柜 sorry 有庞氏装柜的话应该还是可以找得到这款洗面奶 是大家比较熟悉 从我去年就开始推荐的一款洗面奶 就是有毛孔跟黑头问题的朋友可以去试试这个 虽然对我来讲是特别的好 就是怎么说好用 而且效果比较好的一款洗面奶 不过有的朋友留言给我的时候也说 他们也试过这个 但是效果没有那么理想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吧 你的皮肤 怎么说就是可能会不适合这款洗面奶 不过你可以去试试其他的 庞氏我知道也有去黑头那些洗面奶 好像是灰色包装 然后也可以试试看 然后越南油的洗面奶在国内是比较好找的一个品牌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 我自己对我来讲 我自己是很喜欢用这个 Clean Clear这款可怜可利的Deep Action 就是去黑头这款洗面奶 然后但是我不会早上晚上都用它 只是在晚上卸妆之后 才会用这款洗面奶 因为它有很小很细小的那种磨砂 然后会就是怎么说多多少少去掉我脸上多余的角质 或者是丝皮之类一些的污垢 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会用它 因为每天用两次这个洗面奶的话 脸上会变得特别的干 然后毛孔反而变得特别粗 所以我早上都用这个庞氏 然后晚上都用它 接下来两样东西也是我最近常用的 虽然是这种赠品的包装 不过我有很多这种赠品的包装 就是这款我大概有十几张 然后现在用剩不到几张 剩两三张左右 然后这款是爱丽小屋的这个Feel Good这款 Feel So Good 洗面奶 然后它的功效是去角质和柔滑皮肤 然后它含有蛋白质的成分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去角质 对 我用过它的感觉也是 我觉得它可能不太适合干性皮肤的朋友 因为用过它之后脸会稍微有一点点干 如果说你用它洗脸之后的话 一定要做好保湿的工作 一定要就是多上一些保湿的产品 或者是营养稍微多 营养成分稍微高一点的一些 保养产品才行 不然用过它之后 只是涂一层薄薄的面霜的话 脸上还是会变得很干 所以我比较推荐油性皮肤的人用这一款了 它去油和去角质的效果都比较好 这款也是清洁毛孔的这款洗面奶 是Skin Food的鸡蛋 鸡蛋白毛孔清洁洗面奶 这款洗面奶的功效也是 像它说的就是针对毛孔粗大 或者是毛孔里面污垢比较多的 那种皮肤型的人来用的这款洗面奶 不过用过它之后脸上会变得特别的干 所以也是需要用过之后 用很好就是很保湿的一些保养产品才行 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就是 如果说我可能卸妆有的时候 比较懒卸的不够干净的时候 再用它洗脸可以完全把我的妆洗得很干净 就是把我脸上多余的脏东西都洗掉 也是去污能力比较强的一款洗面奶 所以油性肌肤的朋友或者是 就是可能怕妆洗不太干净的时候 可以选择这两款洗面奶来用 这支视频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最近在用的几款洗脸跟卸妆的产品 因为我最近怎么说 因为还剩很多 所以就没有再购入其他新的产品来换着用 我想现在趁就是这个换季的时候 赶快把这些手头上有的东西都用完 然后再去买其他的新的产品回来 所以可能最近的视频会 还是会一直出现以前在用的一些东西 然后希望大家不会感到无聊吧 我会尽量想一些新的主题跟大家分享 然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的视频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